天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曼蒂 這次來到日本玩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推廣一下這邊的觀光宣傳 那如果是自己來很方便的原因是因為 你從機場一出來啊 你搭電鐵的時候 只需要十分鐘就可以到飯店了 那所有的百貨公司 餐廳 然後觀光逛街的地方 也都在你的飯店附近 所以應該是你徒步就可以到達每個地方 但雖然這邊每個東西都有 可是我覺得規劃的非常的好 不會覺得很煩雜或是吵雜 也不會覺得可能晚上的時候會很危險之類的 重點就是 所有的區塊都規劃的剛剛好 但是你只要再往不同的小路去走 就會發現一些不一樣的新事物 通常呢到別的國家 會不太敢吃當地的食物 因為很怕不習慣 所以我都會選擇可能一些議事啊 或是看可以找到一些中國餐廳 但是來到日本就不一樣了 我堅持一定要吃當地的食物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歡壽司 所以我幾乎是天天都吃壽司呢 但是這邊呢除了壽司 還有拉麵 串燒 以及一些炸牛啊 或一些小路邊攤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喜歡的食物 就覺得 怎麼好像每天吃的都不一樣 都不會覺得吃到一樣的東西覺得很膩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再來呢 我覺得這邊就是會讓我有點瘋狂購物 因為這邊的帽子都賣得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都會有一些毛茸茸的款式啊 或是抱紋類 在別的地方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我自己來就買了超多頂的帽子 材質也都非常的棒 所以如果我進到一些鞋店啊 服飾店帽子店 基本上我是一進去就出不來了 如果妳想要一個人旅行 或是來一下短程的旅程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來天神 因為這邊坐飛機只要兩個小時就到了 而且治安又非常的好 即使自己一個人來 也完全不用擔心 加上這邊當地文化 我覺得妳一定可以 找到妳自己喜歡的樣子 天晶